科技偵查法 它的源起是怎么样 而且这是一个专法 是一个特别法的方式来立法 您的看法 那我们就来谈这个科技偵查法 它的本质我觉得其实很单纯 并没有很复杂高深的这个法学理论 它就是谈两件事情 一个是工具 一个是规范 那先谈工具 随着犯罪 随着科技的进步 被告的这个犯罪所使用的工具 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提升 包括像贩卖毒品的案件 现在已经没有人在使用 传统的门号手机在进行 都是使用LINE这种 现代的这种通讯科技 那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报纸的投诉 它讲到说这个走私毒品的集团 贩卖人口的集团 它在岸边港口的时候 就先用热像仪来确认说 货柜后面有没有躲警察 用空拍机可以 用热像仪的方式 对对 那用空拍机来确定说 他等一下要离开逃跑的路线等等 所以他整个犯罪的一个过程 手段都完全是躲避了 现在我们警察或者是检警单位 可以用的传统工具 那当被告使用的工具提升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给第一线办案的同仁也提升他的工具呢 或者是说当被告已经在使用飞机大炮潜水艇 我们却要求执法的人员继续骑马射工件丢费标 应该不可能吧 这是第一个就是工具 接着就是第二个问题 一旦我们给他工具之后 后面跟着来就是规范是什么 我们要律定什么样的法律的要件程序 他才可以去使用这些工具 一旦使用这些工具不当的时候 那人民有什么救济的方法 那他违法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 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处罚 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要讨论的嘛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科技侦察法 就是基于工具肯定他需要 再来就是规范应该要怎么订定 那我这边提供各位一个资料 在105年的时候 有发生一件个案 那个是海巡的士官长为了要查7案件 所以在嫌犯对象的车底装GPS 结果被发现 GPS定位 对对对 因为他要追踪他的这个移动 结果被发现了之后 就被这个人提告说妨害秘密罪 那一路打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就判刑有罪确定 判决拘役50天 我觉得那件案子很有名 对那最高法院的判决内容 并没有否定说 第一线执法人员使用工具的必要性 他care的点是说 那有没有法律授权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最高法院讲的是说 因为他没有法律授权 所以是违法 因此他要求相关的立法机关 要尽速的制定 演绎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的法律 好那从106年到现在 109年了 有哪一个机关 有哪一个机关很认真的去看待这件事情 跟各位报告 有啊就是法务部 那我讲白一点也只有法务部 所以我们从最高法院的判决之后 我们就收集了国内外的相关的文献 收集了德国日本奥地利瑞士 然后也找了这个专家学者 邀请专家学者来开会研议 那甚至呢也找了这个相关的司法警察机关 包括司法院大家都共同来研议 提出对于这个草案的内容 提出一些意见 重点就在于规范嘛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就是为了要保障人权 才要立法规范 那就是为了不让这个 警察机关在使用这些科技工具的时候 没有一个规范 所以才要去立法嘛 那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叶律师 叶律师在这个侦查犯罪 或者是网络科技上面相当的惊艳 那您的经验上 有没有必要制定这样的一个科技侦查法呢 如果实施之后 那现在各界有疑虑 这些疑虑会是怎么样呢 是今天讨论这个问题 其实它看起来像是个新问题 因为它是个新技术产生的问题 但其实这个问题呢 其实在美国其实也都吵过很久了 从GPS一直到监听等等 那我自己的立场比较特殊 因为我当过网络犯罪检察官 那我现在是律师 那其实呢我以前 其实我从法务部离开的时候 我不是当律师 我是到eBay 那我加入eBay那一年 eBay就诟病了Skype 那他诟病了Skype以后呢 接下来就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Skype 大家知道他是不能监听的 那检警掉的老朋友会跑来找我吗 你现在是安全长 你能不能协助我们有些案件 因为这个真正的坏人 聪明一点的 笨的才讲电话 聪明的都是讲Skype 那个年代 那就问我说有没有办法 我还特别飞到美国Skype eBay的总部去问 那后来发现 那是真的在技术上 就是没有办法做监听的 因为一般网路的监听 技术上就不可能用Skype Skype的通话 完全任何的技术 是没有办法去进入监听 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现在的 科技侦察法里面 那个植入木 因为呢你的这个语音的风包 你在网路上流窜 这个我们是拦得到的 但是我们这个风包拦下来以后 我们解不开 解不开我们就组合不起来 所以还原不出那个语音 所以我就说我今天的立场 就是我就觉得说 其实配合监听的民间公司 我也带过 那我现在又是律师 那我也当过检察官 所以我对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的感觉 是比较无畏杂成的 当我在当检察官的时候 我觉得检察官 或是检警调的这个 政察手段 其实是蛮弱势的 在这个科技的时代里面 那但是呢 当我在当业界 我在民间公司服务的时候 坦白讲民间公司 非常不喜欢配合这个事情 那甚至像Skype Ebay就讲民了 技术上无法突破 所以连Ebay自己 都无法鉴定Skype 所以呢 就是民间公司 也很不喜欢配合 像现在几个通讯软体 比较大的公司 不点名谁 但是几乎也都很不愿意配合 FB也拒绝 对都不愿意配合 但是就律师来讲 我又必须很注重 这个我们的被告 因为律师 虽然我们也常当 告诉代理人 但是我们更长的时候 我们会跟被告站在一起 那我们也会很希望 就是说被告的人权 它是能够被保障 那目前我自己感觉 就是在律师圈 自己这样听到的声音 其实大家对这个法律 是知道还要做什么 但是就是说 好像觉得说讨论的时间 有点比较仓促 就五天的公告期太短了 对 那大家就这个变成 第一个就是反对的理由 就觉得说 你会再 到底在急什么 不过我刚刚私下有问过 那个副司长 他就说目前就是 可以重新再听大家的一件 不是说只限于五天 那我觉得这样就会很好 因为这是个 其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那我们应该要 用一点时间来 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赵科长是第一线办案人员 在调查局办案 您有丰富的这种弃毒 或者经济犯罪 还有贪毒的这些办案经验 请您分享一下 实务上 有没有因为没有使用科技侦查手段 导致失败的经验 是的 其实从事犯罪的调查工作 那案例失败是常有的事情 那但是案例一个的失败 那通常可以当作后续 我们侦查案件的一个经验 那今天我特地要举出一个案例的话 是毒品的案件 那为什么要举出毒品案件的案例呢 因为从毒品的案件的案例 才可以凸显出来我们执法者跟毒贩之间 打的是一场科技不平等的一个战争 科技不平等 对非常不平等的战争 那这个案例的话 我举出我也不会做任何的一个 到底是不是因为有科技侦查 才会有一些其他的成果 那只是大家开放大家的空间去思考 如果有科技侦查 会不会结果 这个案例的结果会有不一样的状况 那首先我要讲一下 这个案件的背景 这是一个毒品案件 那案件的背景是在于说 相关的涉嫌人全部通通都是用 所谓的通讯软体在做联系 所以这个部分让我们就犯罪的讯息的 收集的部分碰到了很大的困难 那所以等我们案情掌控到的时候 已经发生到 等于说相关的集团 他们制读的程序已经到了尾声了 所以这个就我们侦查的部分的话 时间有所压缩 那这个相关的场景的话 背景我先就到这 那相关的场景再跟各位报告一下 就是某一个制读集团 那它的工厂设在山区 某一个地方 那设在山区某一个地方 那连外道路只有没有路灯的产业道路 那里面产业道路小路的话 四通八达 那他们相关人员怎么进去呢 相关制读人员 他们是用通讯软体联系完了之后 确定了第二天聚集的地点 就把手机关机 就把手机关机了 然后他们到了聚集的地点之后 载油箱行车 在市区里面绕了一个多小时 那绕了一个多小时的用意是什么 他们有在特定的地点去从事反跟间 反跟间的检测 然后确定了没有任何的执法单位 在后面跟间的状况之下 他们才把人送到制毒工厂去 它整个场景是这个状况 那它先络来络去 避免被你们跟到就对了 那整个侦查的过程的话 我们发现有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思考的模式 第一个跟间行不通 那它的周边有很多的所谓的墓园 那定点监视 因为它的通道只有一条 而且是没有路灯的 所以可能定点监视也不成 那是不是有制高点的监视呢 我们远眺周围只有一栋 大概三层楼的平方 但是距离有点远 所以就定点的监视部分 可能也达不到相关的功效 那所以我们只好用 用人员徒步上去去 试图找出来 它的这个制毒工厂的确实地点 那我们人员徒步上去 说实在话也蛮突兀的 因为那个区块登山客也不多 实际住的人也不多 可能现场一些狗或者说其他的 生畜类的比人还多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散出去相当多的人力 去就各个的山区的点 去做一个可能性的一个了解 或做一个收正 那这个部分我们发现了 有一个在墓园后面 坟墓墓园后面 有一个L型的一个铁皮工厂 那它的四周有墙 然后大门伸锁 你没办法看到里面 那我们为什么会觉得 这个是有一点怀疑的状况 是因为它的大门很新 应该是刚装的 那在它的周边 前后出入口的部分 有装了监视器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地方 那有装了监视器 但是我们一靠近的时候 它里面养了大概三四只狗 所以一靠近狗就狂吠了 所以基于这个状况 变成是说我们跟尖也跟不成 守候也守不成 那要如何去突破这个部分 那时间我们执行的时间 又因为我们对案情掌控 比较延后 所以时间受到压缩 那你就破不了了 那马上要去执行 所以我们只能就 现有的一个状况 现有的市政去申请 这个经过裁判检察官同意 去申请这个搜索票 搜索 那但是因为我刚刚有讲到 我们的市政可能比较薄弱一点 那大部分没有积极的市政 只有一些我们就现场的状况的研判 跟我们的推业 对案情的研锡 所以有被驳 申请搜索票也被驳 申请搜索没办法公议 对 驳了两次 那驳完两次之后 这个时程又稍微延了一下 那但是就相关的犯罪讯息 我们还是无法掌控到 因为我刚刚有说明了 他们的手机都已经关机了 对 你也无从去查 对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申请到了之后 马上就隔日去执行 沿理了相关的执行计划之后 隔日去执行 那但是执行完了之后 结果发现 确实他们的工厂已经撤离了 所以等于说 这个案子是公亏一亏 对 但这是一个制毒工厂 对 制毒工厂 这个案件是公亏一亏 这对大家 这社会大众的这个会影响很大的 对 所以我们这边就要 有一个思考模式跟检讨模式就是 就这个案件来讲 如果我有我们现行的 科技侦查的相关的 不管是仪器 或者不管是规范的适用 我们用在这个案子上 那这个案子会不会有一个 截然不同的结果 科技侦查法允许检紧掉 这样植入木马的这种 城市对民众的通讯软体 来这种监听监看 在犯罪侦查上面 是不是有必要 这权力的要怎么样保护 才是比较完整一点 这范围可以到多大 赵科长您呢 第一线办案经验您的看法 就我们第一线执法人员 办案人员的看法 其实通讯软体 一直在我们第一线执法人员 是心里最痛的那一块 为什么因为确实无法掌控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常常自己戏称 这是执法者与毒贩的距离 就差一个APP程式 但是渐行渐远 那其实这个通讯软体的部分 本来是 本来是为了提供民众一个更快捷 然后更多元化的一个联络管道 但是被了一些不法人士 或者是说毒贩 他当作了一个犯罪的工具 那这个是我们不乐见的部分 那这个是一个事实 也是一个趋势 以毒品案件而言 大概目前95%以上的 半毒集团的分子 都是在用通讯软体 做分工做联系 剩下5%不是他不用 是可能当地的网络不好 不是说他不用 所以近乎百分之百 他们都在用这个通讯软体 所以的毒品案件 根本都是用通讯软体 在做沟通的 对 所以这个部分 为什么我特地举毒品案件 又举回来毒品案件 因为毒品案件 跟一般的犯罪侦查 有点不大一样 不一样 对 他对于案情的整体掌控性 他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那为什么对于案件 整体掌控性要求高 因为第一个 他如果对于案件的 掌控要求高的部分 他可以对整个贩毒集团 贩毒组织上下分成 他的分工 他的组织会做一个 非常详细的一个了解 跟整个 这个会怎么样 这个会在我们执行的时候 会将所有贩毒集团的分子 可以做到一网打尽 这也是我们现在 我国贩毒策略里面 所最要求的 断根溯源的一个精神所在 是要把彻底 把贩毒集团的所有分子 瓦解掉 那再来的部分的话 就如果你案情可以完全掌控的话 它相对于对你整个案件的进展 可以做一个精确的一个分析 那就你执行的部分 就案件执行的部分 可以做一个精准的一个执行的计划 还有时机点的选择 那为什么讲说这个很重要呢 因为毒品案件另外一个特性 就是它不确定因子 以及它的高危险性是非常高的 它的不确定因素非常多 它执行的时候危险性非常高 所以为什么我要说这个 对于整体的案情的掌控 它的要求是比较高一点的 那对于案情整体的掌控 怎么去掌控呢 其实说实在话 对于通讯软体 在之前我们是用通讯监察 那通讯监察的部分是对于 犯罪情资的整合 是最重要而且最直接的工具 没有之一 它就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工具 那相对而言 那就大家使用通讯软体 普遍使用通讯软体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 通讯监察的一个进阶版 那这个将来也会形成说 我们就案件整体的研习 跟犯罪的情资收集的部分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那这个对我们整体的毒品 不管任何的案件的侦查 以及执行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就成为我们副市长所讲的 你要求我们对于执法人员 对于治安去负上相当大的责任 但是你不给他相当的工具 这个对执法的低约执法人员来讲 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但我举个例子 就我们现有的相关的 掌控案情的部分 如果案情掌控得好 我们可能执行的时候 就是行云流水 然后翁中捉鳖 那如果掌控不好的时候 那极有可能 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这个状况 极有可能是瞎子摸象 对 瞎子摸象 大海捞针的感觉像是这样 这个并不代表 瞎子摸象这个状况 并不代表说 我们第一线查契人员不努力 相对是非常的努力 相对是非常的努力 只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工具 或适当的工具去使用 对 目前像LINE或FB 你看LINE是韩国 在FB是在美国 然后在WhatsApp也在美国 WeChat也在中国 所以现在犯罪者都很习惯 都使用在国外的这种通讯软体 来作为它犯罪的一个工具